是宗旨教還是宗旨嗎 宗旨禁是不是不好意思 在現場嗎 好 那如果都沒有在現場的話 那是不是 好 稍後一下 今天我為什麼 其實代表我所有的團隊們集中回答 是因為今天來聽 包括捷運的票價 捷運要不要做 包括有春皮可能的山崩跟水 這些都是很好的議題 但是清楚的跟各位講 我們先帶來一個 我們認為可以表達一個基本態度的 一個初期的初期規劃 我們今天聽到以後 回去我們的團隊們 會一一準備回應 我接下來講的其實不是答案 但是我不要浪費各位的時間 我回到一個數字 其實我們有一萬坪的服務空間 包括育英圖書館 黎明中心等 那個是在我們的容積內 如果今天是某建設公司推動 各位會不會得到 不會的第一點 第二點 剛才有個業界的朋友說 他來自業界 這裡未來的公設比很高 我當然知道 今天不是建設公司代表坐在台上 今天是市府的代表坐在台上 我們不來建設公司那一套 做只能放掃把的陽台再賣給各位 各位做不能用的某種獎勵的空間 再賣給各位 市府不來那套 因為武器在我們手上 你們不是我們的敵人 你們是我們的朋友 今天建築技術規則 都市設計都市計畫 要給心存善念的人 好好地使用 除了各位監督各位我們之外 還有我們的整個市議會在監督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做錯的 另外 還要再說一個事情 就是 也許你們會問我 我懷不懷念78天以前的我的生活 答案是不會 因為我已經答應了 所以說到做到 所以現在開始 大家不可以放鬆監督我們的標準 民主的可愛 每個人都有一票 從票價的多少 都有可以發揮表達的意見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今天時間也到了 那我們今天先告一個段落 但是再重複一次 今天是提出報告的提出報告 各位的意見我們聽到了 我們會再回來 而且一次一次會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各位如果有需要發言 而來不及發言的 我們這邊也有留言單 也歡迎待會到舞台這邊來留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